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聽眾好 這一講我主要介紹位置資源組織 就是ASO A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許多民眾對於ASO這個組織會比較陌生 因為它主要是提供IP位置的發放 可能相對應的利害關係是電信業者 或網路服務業者或平台業者 會是主要的服務的對象 好 課程的大綱會包含這三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簡單介紹ICANN的ASO組織 包括從過去的組織 它的組織設立的法律的依據 包括它的主要的運作的人員 像ASO、AC的介紹Adress Console 第二個區塊最主要介紹 ASO的運作的方式 包括說它訂定全球位置政策 第二個蠻重要的功能 就是領選ICANN的董事 還有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第三個區塊就是介紹近期ASO的活動 還有跟目前比較重要 網路自己相關的重要議題 主要分這幾個區塊 好 這張圖就是介紹ICANN剛成立的時候 1998年的時候它的結構 你可以發覺這個結構跟現在差異滿大的 你可以看到ICANN主要分四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就ASO 選出三位ICANN的董事 第二個區塊是 Domain Nam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那時候沒有區分GTLD跟CCTLD 所以就統稱DNSO 要選出三名的董事 第三個區塊 另外各位又發現一個更陌生的 叫PSO 就是Protical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最主要就是由ITF這邊相關的技術社群 選出三位董事代表 然後最優邊這個區塊就是At-Large At-Large就是一般的 就是不同利害關係人所組成的 At-Large的Member 會領選出選舉九名董事 你可以發覺說 ICANN其實除了At-Large 那時候是透過提名會員來提名之外 都是由選出獨立的 具有專業背景的自安人之外 其他主要法人單位 你可以看到ASO、DNSO、PSO 等於去訂定ICANN它運作的主要板塊 就是包括由網路地址的社群 由域名運作的社群 第三個由網路協定 或網路規範運作的社群所籌組出來的 其他At-Large就是屬於專業代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發覺 ICANN早期的結構是這樣子 好 接著這個結構大家就比較熟悉 後面的ICANN的結構就越來越多元 更符合所謂的多方利害關係人 你可以看到左下角這個地方 原來的結構也是一樣照牌 但是稍微有點限縮 各位可以看到ASO這個部分 是由全球五大洲的IR 就是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各派駐人員來參選ASO的AC Address Council 它零選出兩名的ICANN董事 最早ICANNASO是可以選出三名ASO董事 到現在的結構就限縮成了兩名ICANN的董事 但是DNASO就不一樣 DNASO是擴大了 它把它拆解兩個部分 一個是GNASO GNASO就是通用的註冊管理機構 包括註冊管理機構跟受理註冊機構 還有包括ISP或其他商業團體 還有非商業團體 這個部分他們總共零選出兩名ICANN董事 然後第二個大塊切割出來 就變成CCNASO 由國家頂級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所籌組的CCNASO 他們可以零選出兩名ICANN董事 所以這六個席次 跟這兩個ASO、CNASO、CCNASO 跟剛成立的時候還有點類似 但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這邊就完全是更加的多元化了 右邊你可以發現 NON-COME就是提名委員會 可以零選出這幾席的董事 1、2、3、4、5、6、7 7席還8席 ICANN的董事 然後ATLARGE這邊可以零選出 一席的ICANN董事 然後包含後面有不同的社群 包括技術社群 Technical Liaison Group 然後ITL也是一個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有一席 然後GEC政府諮詢委員會有一席 然後Root Server System Advisory Committee 就是跟伺服器的管理者這邊有一席 然後Security Stability 黑色這個區塊 SSAC它有一席 所以這些也是新的更多方利害關係人 所參與的ICANN董事 然後包含ICANN的執行長 他也佔一起董事席次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2024年現行的ICANN多方利害關係人結構 跟早期成立的其實它是比較單向 只針對IP Domain Name跟 Protocol 為主的利害關係人 到現在來講各個利害關係人的社群 加入了ICANN讓它更加的多元化 相對的也限縮原有籌組的部分限縮 像ASO是限縮的 但DSO反而是擴大了 本來是三席變成四席 但PSO就拆解出來 散佈在ITF、TLG、RSSAC跟SSEC 這些都有很多ITF參與者的痕跡 回到ASO本身 它在成立初期是跟ICANN簽署一份合作備忘錄 就是MOU 透過MOU 由ICANN跟ASO簽署 我們讓ASO正式成為 未知資源組織ASO的成員 這個合作備忘錄的內容包含 ASO是採取什麼樣的形式 還有它的運作機制 合作備忘錄也說明ASO對成員的要求 包括後面這邊所談的 地理區域的多元性 ICANN目前跟ASO總共簽署了五個RIR 五個區域的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像亞太地區就是APNIC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歐洲就是RIPE NCC 北美洲就是ARIN A-R-I-N 然後南美洲是LACNIC 然後非洲地區就是APNIC 所以總共五大洲五個不同的地理區域 不同的RIR來負責管理不同的地理區域 ICANN就是去定義全球有五大地理區域 有五個註冊管理機構 所以目前為止是結構是如此 好 我們介紹一下 ASOAC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ASO它的角色跟功能 它是由位置資源組織的 ASOAC是位置資源組織的位置委員 它同時也是號碼資源組織的號碼委員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Number Council 這個概念其實可能 不了解網路治理的人會有點混淆 為什麼又有AC又有NC 其實是同樣的人 只是它面對不同的社群 它所扮演的角色承擔的責任會不大一樣 雖然是同一個人 當它今天參與ICANN的業務的時候 它就是屬於ASOAC 它是跟ICANN有簽署合作備忘錄 所以它面對ICANN的業務 尤其是臨選董事或訂定全球位置政策的時候 它是ASOAC 但是它面對RIR的時候 因為你選出AC 它跟RIR之間沒有一個溝通的界面 所以又另外成立一個叫NRO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就是五大RI串接起來 這些ASOAC同時也是NRONC 它面對RIR有它們的角色 它們怎麼去把區域型的政策 跟全球性的政策來做一個協調 如果要全球性的政策 要有一個預先協調的場域 NRONC就是這個預先協調的一個場域 等到真正要訂定最終的位置政策的時候 再透過它的AC身分去訂定相關的 Global Internet Policy 所以它是屬於位置資源組織 也是號碼資源政策的Advisory Organization 就是諮詢的機構 目前規劃是位置資源組織 ASOAC全球總共有15名Adress Council Member 每一個地理區域有三名委員 其中有兩位是由Regional Internet這個社群 區域的網路社群選舉產生的 有一位是由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的董事會指派的 就是它會有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的董事會 董事會來指派 然後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 RIR跟ICAN的代表也會以觀察員的身分 參加ASOAC的會議 雖然他們是ASOAC 但是其他的ICAN相關的代表 跟RIR相關的人員也需要了解說 AC在訂定全球網路政策 或者領選ICAN的董事 這些最新的消息 RIR也透過這種方式 能夠有取得相關的資訊 那ASOAC執掌包含就是ICAN董事會的政策建議 它有任何跟位置政策相關的話 它可以提出位置政策的建議 然後可以督導全球IP位置政策的制定程序 今天如果要成立一個 要訂定一個全球IP位置政策 因為RIR只能訂定區域型的 就是每一個地理區域相關的位置政策 但是如果涉及要全球性的政策 要全球適用的話 就透過ASOAC這個身分來協助 來諮詢訂定相關的政策 然後領選兩席ICAN董事 除了兩名ICAN董事之外 他們也可以領選一席ICAN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像提名委員會可以參與很多ICAN 新的董事的領選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ASOAC可以領選一席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它會議的型態是每個月會進行視訊會議 每年不定時會舉行實體會議方式來進行會議的討論 好 這是2024年的ASOAC位置委員會委員的清單 你可以看到APINIC是空白的 這個待會兒我會說明一下 APINIC有三位 包括其中我國的詹廷儀Nicotjan 他也是通常會的前主委 目前是ASOAC的VICE CHAIR 中國的第一馬 然後北美地區Erin有三席 南美地區有三席 然後RIPE這個地方有三席 其中RIPE的Gervais這位法國人 他是目前ASOAC的Chair 然後前主委他是目前ASOAC的VICE CHAIR 非洲地區缺席是因為非洲地區 他跟他的會員有一些法律訴訟 就變成他相關的會務被法院裁定暫停執行 直到法院有新的裁定出來 法院裁定暫停執行 他變成沒有辦法召開董事會 沒有辦法召開董事會 也沒有辦法召開會員大會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領選出新的Adress Council Member 來代表非洲 這個就等到非洲的法院 Malicious的法院有新的裁定 譬如說公告什麼時候可以 重新召開會員大會 及新一屆的董事會 才能進行後續相關事務 包括ASOAC的領選跟指派 好 在全球位置政策的制定的部分 ASOAC提供 ICANN董事會 位置政策的建議 當然這個建議 ICANN是標準的由下而上 只要相關的程序是符合相關的 他的所謂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政策制定程序 理論上 ICANN董事會 除非有特定狀況 不然他大概都會傾向於去 ratify這個 policy 去通過審議這個政策 然後依照ICANN的政策章程 特定領域由特定利害關係來發展 其網路治理跟網路政策制定程序 所以ASO就是屬於網路治理 標準的特定領域 所以由特定領域來訂定 他的網路治理的政策 以及政策的制定程序 全球IP位置政策的提案 主要由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就是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由他們提出來提到ASOAC 或者其他有興趣的機構來提出 ASO在經過ASOAC 他們位置委員會的相關的政策審定程序 來執行 位置委員會是由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及公共諮詢程序審議 來審議全球IP位置的政策 所以每一個特定領域的利害關係的人 都會訂定一個滿重要的就是 公共諮詢審議程序 俗稱就是PDP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那ASO它是一個主要的特定領域 他們也有訂定位置政策的這個PDP 政策制定程序 那只要是依照這個政策制定程序 去訂定的相關的政策 理論上網路註冊都會尊重這個政策 尊重這個利害關係的人 所訂定的這些相關的政策 好 那這個全球政策的制定 就是位置委員會依照 個別區域註冊管理機構的政策程序 來推動網路的政策 我剛剛提到了 網路治理是由下而上 而不是由上而下 所以你可以發覺 不是由ICANN董事會下達指令 要求ASO去訂定哪一個位置政策 而是由各個區域的網路註冊機構 依照它的政策程序 來循序監禁推動全球的網路政策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特定的政策 如果沒有辦法取得 當地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它的政策程序 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 全球網路註冊政策 所以ICANN這個政策制定程序 是標準的是由下而上 一定必須成為區域型的網路政策 通過之後才能遞送到全球 再經過相關的程序 完成全球網路註冊政策的提案 好 ASO他們針對這個需求 也有政策訂定出一個 政策提案協調組 Policy Proposal Facilitator Team 由這個Team來共同協調相關的政策提案 因為不同的地區可能會提出 該地區他認為會有利於全球政策的提案 那就透過這個送到ASOAC來 ASOAC針對這類的需求 他們也有訂定這樣的一個協調組 協調工作小組先針對這些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就遞送的全球提案先做初步的討論 這個PPFT的成員包括亞太地區的低碼 北美地區 包含拉美地區 然後歐洲地區的代表 好 那ASOAC網路所有網路治理都非常注重 所有審議的透明度 包括委員的透明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實體會議參加的時間 地點都會公開出來 距離上一次是在ICAN79 就是在2004年3月2號到7號 在ICAN79會議上面有召開ASO會議 然後他們除了實體的會議 也有電子郵件的討論 透過電子線上的會議 所有的討論內容可以到這個地方 開放公眾查詢 就是上面所列的這個網址 魏梓文會每個月進行視訊會議 然後會開放觀察員與會 我剛剛提到觀察員可能包括說 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還有ICAN的參與人員 他可以參與這些會議來作為觀察員 觀察員沒有會議的表決權 他可以了解說目前ASO有哪些討論的方向 2024年他的行視率也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到 你可以去看他今年每個月的視訊會議 舉行的時間分別在什麼時候 他目前預定是每個月第一週的禮拜三 UTC時間晚上的12點 好 在2024年 我也是時候選任ICAN重要的職務包含 Alan Barrow 這是ICAN第九席次的董事 他的任期從2021年到今年2024年 他是代表非洲地區 那Christine 這是ICAN第十席次的董事 他的任期從去年2023年到2025年 他代表的地理區域是歐洲地區 然後提名委 零選出來的委員是ROM 他是任期是2024年從1月1號到12月31號 ASO近期主要的活動跟重要的議題 包含他要修訂整個作業程序的修訂 我剛剛有說明為什麼這個地方會修訂作業程序 因為原來的作業程序是要求所有五大州的ASO AC必須有人參與 他們才可以正式的做成會議決議 但是因為非洲地區 因為AFINIC 跟他的利害關係人有訴訟的爭議 法院裁定暫停一切的相關的營運的要求 所以非洲地區沒有代表來參加ASOAC 如果在沒有代表參與的情況下 依照舊有的作業程序 很多會議決議 會議也沒有辦法進行 也沒有辦法產生決議 所以勢必得修訂整個作業程序 好 那這個會員的委員 從今年的1月就通過工作小組的 作業程序修訂草案的內容 那修訂的內容包含 在特殊情況之下 拆會法定人數的這個需求有調整 因為過去是要求每一週都有代表參加 而且要過半數 那現在因為非洲地區它特殊情況 就必須要進行這個修訂 然後這個包含說 這個位子委員在全球位子政策的執掌 把它明定得更清楚一點 然後明定這個投票方式跟投票的程序 也說明這個 零選ICANN懂事的程序跟時間的需求 這些資訊對於一般的公眾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假設你有興趣參與ICANN的懂事 你就必須要知道這個對時間的要求 你必須在時間的要求之內提出申請 那他們才能進行審查 好 那近期的活動還包含在2023年10月份 它協助這個訂定尋找這個 Adress Council訂定兩個任務 第一個是檢視合作備忘錄它的附件 這個是ICP2 就是建立新的IR規範程序 然後也要強化說建立新的IR規範程序 我剛剛提到這個合作備忘錄一個重點就是 由ICANN來承認全球有哪些區域 區域網路治理的註冊管理機構 像亞太地區是APNIC APNIC它的法律的 它的被認可是在透過這個合作備忘錄 簽署的條件之下 APNIC獲得ICANN的認可 所以但是當初在新IR規範的 執行程序上面沒有明定說 到底應該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獲得ICANN的認可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當這個被認可的IRR 就是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被認可之後 它未來如果營運出了狀況 那是不是要有替代性的方案 因為像非洲地區就發生這種情況了 它沒有辦法臨選董事 沒有辦法臨選ASOAC 很多全球的政策沒有辦法參與討論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考慮 在每一個地區所選 臨選出來的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當它營運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新的替代方案 來強化整個IRR 全球外IRR的韌性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修訂的重點 這些是訂定在合作備忘錄的附件 就是ICP2這個附件上面去訂定的 那ASO位置委員會在今年的2024年1月29號 還有30號在Montavidel進行實體會議 討論ICP2的修訂案 就包括說怎麼去認可一個新的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 那怎麼樣當這個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被認可了 但是在真正事後的執行過程 也許事與願違發生的 人力不可控制的現象的時候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去強化 全球IR的這個治理網路治理的韌性 那這個就需要有因應的應對方案 應除的方案出來 那在ASO委員也在今年的2月提供NRO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號碼資源組織相關的這個建議 認為他們有針對這個修訂案提出一些 修訂的方向 那透過NRO你可以發覺 當他針對面對這個區域的註冊管理機構的時候 他採取的身分就是他是NRO的NC 他用NC這個身分來跟NRO對話 所以他除了他是ASO、AC之外 他跟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對話的時候 就採取NRO的機制來跟NRO對話 提出他們認為應該修訂的建議 然後在3月的ICAN49會議 持續進行ICP2的修訂討論 那現在預期的表定的時間 是希望今年還有明年這兩年的時間 能夠完成ICP2規範的修訂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件 好 ICP2規範的簡單的介紹 因為ICAN在成立之前 早就已經存在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了 包含APINIC在亞太地區 歐洲RIPE北美地區IRIN 這個在ICAN成立之前早就已經成立了 所以這三個IR在ICAN成立的時候 就名正言順列入MOEU的範圍 然後在ICAN成立之後慢慢再去追認 南美地區拉美地區就LACNIC 跟非洲地區AFINIC 那現在由於AFINIC這個情況 它的運作出了問題 所以就必須要想出一個因應的策略 就是在MOEU上面過去訂定的時候 只有承認這個區域網路註冊管理局 但是並沒有討論到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要採取對應的因應措施 來強化網路治理的任性 新的ICP2規範就希望能夠去處理這個問題 好 包括近期的活動中央議題 今年ISO依照相關的章程 要臨選出ICAN的第九席的董事 我剛剛講的第九席的董事 董事現在是由非洲地區的Alan Barrow 他所擔任的 他任期從2021年到今年2024年 就任期結滿 所以要重新領選第九席次的董事 所以他們目前就是進行相關的書面審查 要求所有的候選人回覆這個書面的資料 而且會進行面試 有面試委員會來進行這些候選人的面試 好 以上就是ASOAC 就是位子委員會委員 以及他跟ICAN之間的法律的關係 目前他的執掌 包含說訂定全球網路的政策 臨選ICAN的董事還有提名委員會委員 目前重要的議題包括修改MOU ICP2內部的章程 以及他今年所進行的相關的工作 包括零選第九席的ICAN董事 跟修改ICP2 以及他的預期的時程 相關的資料各位可以參考後面的 這些相關的資料 尤其是ICP2這個部分 各位可以去了解ICP2目前所 之前所訂定的這些RI的 承認RI的一些基本的要件 當然這個要件現在還在修訂當中 好 我的簡報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